好,我们对于导体的独特的性质呢,我们在这边呢,再来强调一遍啊 这边有一段叙述,事实上我已经口头叙述过,希望呢,带着同学们再用英文的叙述再看一遍,加深各位同学的印象 这边的电动物的电动物可以在这边的电动物统,如果这个是不这样的, 可能是重浅的电动物表现时,就是よう在一个零行的移动体内的电动物 这边的电动物总统会永远在电动物以外声音的 Jasmine托兴,而是这样的电动物不能御动物再用相产相当的电动物 And so the internal electric field is zero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在导体内部的电场 Inside this conductor Must be zero 一定是零 导体内部的电场一定是零 为什么呢 如果不是零的话 那么在导体的内部 将会有电场存在 那这个电场将会 对这些导电电子 这些导电电子 在导体的内部到处都有 一定到处都有的 那这样子的话在该处的电场 就会受到电 在该处的导电电子 感受到飞零的电场 一定会受到力量的作用 因而就会运动 OK 那么它的运动呢 将会造成一种电流 在导体内部怎么会有这种电流呢 而且如果电场不为零的话 那将会这样的电流 将是一个所谓的永恒电流 就一直有电荷在流动 在一个导体内部 是不可能有这种永恒流动的电流的 所以没有这样的电流 就意味着导体内部的电场一定都是零 不可能有非零的电场 不管这个导体的本身 是不是有带多余的电荷 像这个case就是 它本身被传导上来一些电荷 从外界引入了一些电荷 到这个导体的表面 那这些电荷呢 一定会分布成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造成 导体内部任何一个地方 都不会有电场 这样才能够使得导体内部不会有永恒电流在里头流动 这是我们从这个叙述里面了解的 一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也可能这个导体本身呢 并没有带任何多余的电荷 换句说基本上是电中性的 比如说负正的数目是一样多的 可是如果把这样的导体呢 放在一个电场当中 比如说是一个均匀的电场 你可以看如果没有这个导体的介入的话 这边的电力线是均匀分布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是来自于一个平行电板所贡献的电场 可是这些电力线来到了电场的附近 来到了导体的附近 这是一个导体 到了这个导体附近的时候呢 电力线的这个走向就发生了改变 其原因呢就是因为 这样的电场 会在这个导体的表面感应出一些电荷 这些电荷的目的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感应电荷的存在的话 这个电场将视若无睹的进来 对不对所以这边就会有电场 导体的内部将会有电场 可是导体因为要满足它内部没有电场 这件特别的性质的时候呢 它就必须自身感应出一些 负电荷在左边这一面 正电荷在右边这一面 来试图因为这样的电荷 而建立起一个电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感应电荷建立起来之后 架设起来的电场 是往这个方向 正直向负的方向 这样的电场 刚好可以从外来的平行板 外面的平行板的电场来抵消 到处都会抵消掉 使得导体的内部各处的电场均为零 所以这一些感应电荷就会巧妙分布 使得任何一个地方都已经适当照顾到 使得里面的电场为零 那这个case呢 是完全没有多余电荷被放上这个导体 而是由导体内部自我的这个自由电子 感应这个导电电子 自身的去感应在这个导体的表面 而形成这样的正负电的不均匀分布 来产生一个感应的电场 消掉内部 本来会被外部电场穿过的电场 使得内部的静电场为零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导体 会为它自己的内部 做这样的安排 使得电场为零 OK 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像这个 这是一个空穴问题 导体的内部 固然它的电场为零 但是如果在导体的内部的空穴里头放了一个电荷 这个电荷呢 当然还是一样 会对导体产生一个感应的作用 使得内表面产生了正电荷 而这个正电荷的分布 当然也是要适当的去分布它自己 分布成什么样的情况呢 它会试图让这里面 在这个电荷的分布呢 使得这个高湿面上的任何一点 电场都为零 因为导体内部电场一定是零 而且这些电荷的总量一定是跟这个负电荷相抵消掉的 使得高湿定律被满足 就是电通量 应该会等于 所以被包住的电荷包括这些感应的正电荷 以及里面的这个负电荷 被孤立的这个负电荷 所以总量呢 仍然是零 使得电通量是零 好 这是一个空穴中的考虑啊 那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个可能的情况 就是说 如果把这样一个导体呢 如果放在一个电场当中 有空穴的 这个是没有空穴的 如果把一个有空穴的一个导体 像这样的导体 摆在一个电场当中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 从刚刚的讨论已经知道 导体的内部任何一点 都是电场为零 但是空穴里头的电场呢 这里面的电场如何 是不是也是零呢 这是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 假如外界是有电场的 比如说 有一个平行电板架设在外头 所以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场 我们知道 在这个case填满的话 里面到处电场都是零 可是如果有一个空穴呢 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图像呢 就是说 因为 这边有震电 所以可能某种感应的效果呢 造成了 这边有负电盒 对不对 像这个 这边有负电盒 这边会不会有一个些震电盒 这边又有些负电盒 这边又是震电盒 就是说 存在于像这样子一个情况 这边会不会可能 在这边 这边有负电盒 对不对 然后 这边会不会可能有一些震电盒在这里 这边又有一些负电盒在这里 然后外面这边又是震电盒 有没有可能像这样子 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造成一个可能性 就是这边的电场不为零呢 因为 这里有震电盒 可能就产生一个这样的 震到负的一个电场 那就没有办法 使得空穴内部的电场为零 这样的情况 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电场就不为零 所以我们要来 检视这个可能性 是不是存在 我们在这个图里面看见 有个A点到B点之间 有一条积分的路径 选了一条积分的路径像这样子 如果 在这个路径上的积分 我们知道 从A再到这一段路 在导体内部的话 这边的电场一定是零 从这个表面再到B点这一段 的路径 电场也是零 所以这边的路径积分 电场路径积分 跟这一段路径积分 一定是零 这个不用怀疑 但是 在空穴内部的电场 的积分到底如何 虽然我们 现在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 有没有这些电盒存在 到底有没有电场 但是我们可以 从另外观点来看 因为电场 就是一个保守场 所以 我可以 选择不同的路径 来做积分 我也可以选择 沿着导体的内部走的 这条路径 到达B点 从A到B 那在这条路径 我们都知道 电场always是零 对不对 一直是零 所以 A点积分到B点 一定是零 那我们知道 电场是一个保守场 是与积分的路径无关的 所以从这里积分到这里 与从这里积分到这里的结果 一定要相同 一定都是零 换句话说 这里的积分是零 这一段的积分是零 那这一段的积分是零 我们刚选择这条路是极为 极为随意的 我也可以选择这样一条路 或者随意选这样一条路 对于所有路径都必须是零 那唯一的机会就是 整个空穴内的 这个 电场的一定到处都是零了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结果 不只是这个是零 并且空穴内部也是零 OK 这就是有名的遮蔽效应 外部的电场 不仅是不能到达导体的内部 也不能到达导体内部的空穴 空穴当中维持电场为零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屏蔽效应 所以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很多实验室呢 都用这个金属膜 金属的这个膜 把我们的这个窗户遮住 就是为了要屏蔽掉外部的电场 不让外部的电场进入我们的实验室 让我们实验室的精密测量 能够维持在高精密度上面 这个就是很著名的金属的遮蔽效应 Screen Effect 把它屏蔽效应 好 好